这个第一天,如果没有E-Day的话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用Date的函数可不可以做 应该可以做出来,只是相对E-Day还是比较简单 OK 再来的话,底下的部分,如果我要让它底下不同月份 不要出现的话,不同月份不要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能要在原来A2加1 稍微动一点手脚 那做什么手脚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 要得到一个日期的话,前提是我前面的这个储存格 如果把这个前面储存格的月份抓出来是1月 跟哪一个日期,跟它把它加一天之后的月份 比较一下 如果两个 曼时月份都一样的话 那表示说我现在的这个储存格,那就是正常输出 反思的话呢 那就是里面就不能输出任何东西 可是刚刚这个叙述,我会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公式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把这个公式做出来 第一个的话 A2加1可以先把它剪下 那么从来,逻辑判断 插入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如果我前一个储存格的月份 所以这个A2嘛,外面包一个month 这个时候当然的话 他这个 得到应该是1月嘛 跟哪一个比呢 跟 当你可以这样比 等于 或者不等于 两个叙述只是说 那个什么呢 True跟False颠倒而已 那我在云端,我那个参考答案是写不等于的 不过这个叙述你可以自己颠倒没关系 如果跟哪一个 不一样的话 跟month怎么样 这个A2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如果把它加了一天看看 意思是说 他的那个 这个日期加一天之后 如果他的月份不一样 那表示说 我就不能让他输出资料 不能让他输出资料 为True的时候 那就不能让他输出资料 那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什么 A2加1 A2加1 就刚刚那个 A2加1 有没有 就是刚刚那个公式 OK有没有 就做一个逻辑判断而已 这个是 想出来应该相对简单 不过你们可以想想看 更简单的方法 反正我们就找出一个方法 能够 让这个问题解决 OK 好那试试看 加了一天都按确定 这个时候当然 因为这个加了一天之后 都是1月 所以没有问题 那底下的话向下填满 那应该都没有问题 因为呢 他们的月份都一样 向右填满的话呢 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储存格里面就空的 为什么因为 228如果加了一天之后 变3月1号 月份不相同 所以丢出一个空的 那底下这个呢 他是跟上一个储存格 应该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日期 因为慢时刮毁 丢一个储存格子 可是你却 叫他判断说到底哪个月份 可是你却给他一个空的资料 那他所以他底下一个紧 紧开头的话 就是错误讯息 什么样的错误讯 他跟你讲 value 意思说 你不是要叫我帮你判断月份吗 可是你却给我个空的资料 那意思说 你给我是不是错误的资料呢 所以这个紧value的意思是这样 你是不是给我错误的资料 或者常常你们看到 还蛮常见 紧开头 什么 紧NA NA的话就 Not Available 常常同学用V盘数 常常找不到资料 就NA 就是Not Available 或者常常 紧REF REF的话就是 参考 reference 找不到参考 大概就这些 当然还有别的 紧开头的一堆 那这个紧开头的话 其实基本上 就是一个错误讯息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错误讯息去掉的话 那其实你还可以用另外函数 所以特别说这个公式 外面呢你可以再包一个8 不包含等号的公式减下来 你可以再用一个过滤错误的函数 叫If Air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If Air 在2003 以后的版本才有 以前的版本没有 所以如果你还在用2003 很抱歉 你不能用这个 你要用什么 用Is Air Is Is Air OK 另外一个函数叫Is Air 但是判断又更复杂了 没有这么简单 OK 然后 然后 它会帮你过滤 所以这边有按确定 那怎么做呢 你就把刚刚的公式贴到Value 那如果这个里面呢 回传的资料是错误的 Value If Air 就是有紧开头的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那个 错误讯息 帮我删掉 删掉的话就是什么 两个 双引号 表示说 不要放那个错误讯息 所以 如果将来 你的那个 Excel里面的试算表 假如一堆的这种紧开头的讯息 请各位善用Is Air吧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在试算表里面一堆的这种紧开头的 错误讯息 但是好像 也都不管它 放着 其实也不会影响 只是说看了就觉得 实在是太不专业了吧 你总要做一点事情吧 OK 所以如果以后你不希望那个东西出现的话 那你就用这个方法按确定 好 然后来试一下 刚刚的问题有没有发生 去掉了 if Air 全部过滤掉了 一样的道理 把这个拉到 1到 12月份 你会发现 大功告成 这个有什么好用的地方 你会发现 现在2015 你把它变成2021好了 投改 因为 这边全部都跟着它 这边也都跟着它 有没有 所以你Enter之后 怎么样 整年度的 有没有 通通都改过了 一整年 所以这个可以拿来当那个年历使用 OK 你只要修改一个头 后面全部改了 但是 这个年历 还没有完美 为什么 因为看得很辛苦 但是我们要先抓出 工作日跟非工作日 跟休假日 所以习惯会把礼拜六礼拜天 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墙 所以我要怎么样可以把礼拜六 跟礼拜天 换不同颜色 礼拜六最好怎么样 可以是用什么 用 深黄色的字 深绿色的字 然后 浅绿色的底 类似这样 然后黄色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用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 类似像这样 但是 一年有52周 所以你要做52次 那不合理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一次 全部都帮我做完 OK 有两个方法 其实第1个方法 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一个规则 但前提你要会用这个东西 当然你不要去想说有没有什么函数 因为 以色列面函数 只会 帮你 就是修改那个 资料 不能修改 它的格式 OK 所以没有一个函数可以做到 修改 这个格式的部分 所以呢 在以色列面提供什么 提供了一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给你用 但是 这个新增规则 还不是一般的规则 它规则很复杂 必须用对的方法 OK才可以完成 这待会讲 另外第2个就是什么 你可以用 VBA 跑回圈 一个一个把资料抓出来 一个一个检查看看 它是不是礼拜六 或礼拜天 如果礼拜六 一个格式 礼拜天给 词字也可以写出来 两个方法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这个部分 先用if 先判断一下 外面再包if 画面还给各位 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